我之前看一句话形容说是什么 一到家就喊泪 朋友一叫就到位 然后您先生呢再加两句 一吵架就认错 怎么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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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的是义务 你是我的老婆 强调是我的权利 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会认为 男人婚前婚后改变得太大 为什么很多男人会认为 女人丝毫未变 甚至是变本加厉 为什么女人会认为男人在之前能哄能宠 但现在不忍不让 其实你们的婚姻最初就埋下了这样的隐患 女人要清楚 女人要清楚 恋爱之初男人的忍并非生活的常态 总有忍无可忍的时候 而男人也要清楚 我最初对于你的宠 哄 其实让对方已经感觉到 婚后你也许还会 一如既往 不要永远感觉 对方会自动自觉地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爱是需要一起练习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痛苦 他为什么会觉得没事 你为什么会觉得婚姻只有50分 他却觉得有一百分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有很多毛病 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有毛病 你知道为什么 人这一辈子最大的需要 就是被需要 你痛苦来源于 你感觉到你不被他需要 被他忽视 所以你痛苦 你打50分 他为什么沾沾自喜觉得一百分 是因为你种种的哭闹 他都认为我是被需要的 我已经得到了满足 所以我打一百分 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本能 你也别沾沾自喜 你等到哪天 他已经不派你回家了 也不给你打电话 也不跟你闹 也不跟你吵 他已经不需要你了 你就会像他今时今日一样的痛苦 你会有严重的挫败感 我一大老爷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的女人居然不关心我 我在外面喝酒 他居然一点都不担心 你马上会疯了 马上就会痛苦 你信不信 所以你现在不要等他 哪天不在乎你了 绝情了 不需要你了 到那个时候 你像他今日这样的痛苦 你得好自为之 不要把现在种种 他对你的需要化为乌有 不要耍小聪明 我发现你很喜欢耍小聪明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错 对吧 你还始终要站在台上 表现出 我很完美 你之所以会这样沾沾自喜 有点骄傲 是因为现在这个女人 离不开你 你才会骄傲 她要是不搭理你了 不在乎你了 我不相信你能骄傲得起来 我再说难听一下 她哪天要是不在乎你了 她成天躲在娘家 我不相信你高兴得起来 女人要真的狠的话 就可以这样整你 你信不信 所以你最好老实一点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 都需要对方 也需要自己能够 为对方做点什么 这是一种平衡 所以我认为第一 不要自认为对方 可以自动成为 你想要的状态 第二 你在对方满足了 你被需要的同时 也满足一下对方 被需要的本能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的 孩子都这么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被吓着了吗 有一点 会那么干吗 会吗 不会 她说不会 你心里踏实点了 我相信她 要是你以后 还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 有很多人的这个婚姻 其实就是这样 有人说怪手机 怪这个怪那个 其实就是生活 或没有了新鲜的动力 感谢